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立體6 它有個等差數列呢 它叫an 它的首項是-3 所以我們在旁邊一定要養成這樣的好習慣喔 它告訴你什麼 你就趕快在旁邊呢 用我們數學的符號把它表示出來 所以它告訴我首項是-3呢 我就在旁邊呢 寫一個a1等於-3 題目告訴我呢 公差是5 所以你要在怎麼樣 在旁邊寫 豬等於5 它我們求什麼 這個數列的一般項 跟第15項 所謂一般項就是我們把an給表示出來 我們就可以代入怎麼樣 等差數列的公式 什麼叫an 我們再複習一遍 an等於a1 加上n-1倍的公差 這是等差數列的公式嘛 那我們現在把它數字帶進去啦 a1是-3 加上n-1倍再乘以5 這個就是我的一般項 當然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後面這個乘開稍微畫減一下喔 所以是5n-8 你也可以這樣寫喔 都可以 這個是一般項 再來呢 第15項 什麼是15項 就是n用15把它代入 我們代入這個公式好了 我們代入這個式子 第15項 我們就把n用15去取代 所以呢變成-3加上15-1 乘以5倍 -3加上15-1是14了齁 14去乘以5的話是70 所以-3加上70呢 是67 這個是立體6